委員我們就是要來看到 因為3月20號開程呢 就是這個喜蒲會了 那當然大家知道說 中國之前有提到一個 就是希望能夠有一個 這個俄乌戰爭能夠有一個終止 他當一個調停者嘛 不過現在看起來是美國在後面 不願意戰爭停下來啊 很明顯酸鹽酸魚嘛 對啊 所以我看到 克里姆說在3月20號 習近平是要單獨會見普丁 兩個人還會共進晚餐 然後呢 在隔天21號是正面 正式的雙方進行會談 而且會簽署兩份重要的聯合文件 但是我們來看到美國的態度 美國白宮國安會議發言人科比就說 如果呢 喜蒲會呢會發出某種形式的 停火呼籲的話 我們會感到擔憂 欸奇怪 大家不是希望這個俄乌戰爭 趕快的結束嗎 但是美國是擔憂 如果有停火的呼籲的話 他說呢拜登政府是反對停火的 他說停火 聽起來是不錯 但是呢意味著認可 俄羅斯在當地取得的戰果 他說這是違反聯合國家 憲章的 也會給俄方緩衝的機會 會重整軍隊再度的發動攻擊 包含的美人社也說了 說呢這個習近平的計畫 要訪問俄羅斯跟普丁會晤呢 但是宣布了幾個小時之後呢 國際刑事法院就對普丁發出的逮捕令 認為呢這多少是讓中國有一點鬧轟啦 那紐約時報呢表示說 這個習近平的尋求 這個聯合俄羅斯呢削弱美國 認為在這個地緣的政治上面的優勢呢 此行呢是中國到現在挺俄羅斯最露骨的展現 所以我們看到俄羅斯其實跟這個普丁呢 那跟這個習近平的才從2013年到現在 其實他們已經會晤了40次了 當然這次呢中國希望能夠 擔任一個調停者這樣一個角色 不過看起來美國似乎是不情願的 同期委員持續為我們分析 因為北京出招希望能提出耳污 停火的建議 但是看起來現在美國呢 在背後反而是反對 而且講得很入國 直接就是反對了 說拜登政府是反對停火的 好吧拜登政府反對停火 那不然你自己下場去打吧 你又不願意對不對 而且去年美國跟歐洲 給了烏克蘭1000億啊 到現在已經三月底了 還不到100億啊 那請問一下 你今年要不要再給1000億啊 對你先拿down payment 押金出來1000億 叫烏克蘭繼續打 那烏克蘭出命你出錢 這合情合理嘛 那你不要今年也不出命也不出錢 那你只要說反對停火 那我只給你炮彈跟武器 炮彈武器沒有人也沒有用耶 所以我是不曉得 美國現在為了這個奇奇怪怪的作風 至於停火是不是代表所謂承認現狀 那倒未必喔 舉個例子 我們看到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是屬於一個停火的狀況啊 那請問你一下 有沒有人承認那個 以色列的屯肯其實是他的 也沒有啊 也沒有這是很好的證據啊 然後你美國不是整天叫尾巴停火嗎 為什麼 你怎麼叫尾巴停火 不要叫俄烏停火 那就很怪啦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美國人自己的立場都不太能站得穩啊 那停火以後有些複雜的政治問題 慢慢談嘛 比如說北韓 有沒有南北韓停火是1954年的事情啊 美國也簽約了啊 那停火到今天以前你不承認北韓 你現在不承認了對不對 你自己都現在違背你以前的誓言對不對 結果啦 對 好啦 就像我們講兩岸就好啦 我們有簽停火協議 沒有 我們是兩方面各自停火 這個 佐政中教授應該有 段時間剛好才當兵嘛 停火的時間 對 我們各自停火啊 我們什麼協議也沒停啊 我們現在擔心說恢復打仗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中華民國憲法 就承認他們的合法性沒有啊 他有沒有承認我們 我們中華民國的憲法性也沒有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政治問題以後再處理 先停火 因為打下去有沒有太大意義 沒有了嘛 所以他講的是什麼 哎呀 停火就是承認 俄羅斯佔領的合法性 這兩馬子四好不好 所以可見科比 把以前的法律學教科書 都丟到路邊去了 這樣不好 那至於紐約時報跟美人社說 哎呀 對普廷發布通緝令 是在在給這個習近平主席漏氣 你會不會太酸了吧 太酸了 美國怎麼會酸到這種地步 酸到不可言語的 要不然你來調情嘛 對不對 你又沒本事 那要你出錢 你又開始手越粗越少 越粗越軟 對不對 那要你下場打仗 你又不敢 不然你是要做什麼 對不對 你當酸民好了嘛 委員你覺得現在 責倫斯基心裡會怎麼想 因為看到其實中國想要出來 當一個調停者 但是美國在後面又希望 這場仗繼續的打下去 而且呢 責倫斯基其實很希望 有機會跟習近平見面的 因為在習近平跟普丁見完面之後 很有可能會再跟責倫斯基有視訊 或是其他的方式來對談 所以對責倫斯基來說 他現在這場仗打到現在 他下一步要怎麼辦 要繼續聽美國的嗎 還是說他有一個機會 可以把這場仗停下來 兩個重要的策略點 如果責倫斯基表示出 這個願意跟中國合作 來跟俄羅斯談出一個 停火的條件 比如說停火條件說 俄羅斯這個往後撤幾公里 十公里 二十公里 三十公里 對烏克蘭講面子上很好過啦 對 那可能中國就要派違和部隊 中國的解放軍自己要去違和了吧 兩軍總不能面對面說 我停火那沒有意義嘛 一定要 烏克蘭不撤 俄羅斯撤 然後中間 烏克蘭就很有面子啦 那責倫斯基這種方案會不會接受 他當然會表達接受 那美國會反對停火 那責倫斯基回頭 習曉信 你叫我停火 不准停火 那給我錢嘛 給我錢 我繼續打吧 你不給我錢 所以他可以一張牌兩面打嘛 這是很好的做法 所以我是覺得 對責倫斯基也好啦 因為他現在也很困窘 因為老百姓死那麼多 而且後面的經濟體制又經濟的來源又沒有了嘛 對不對 而且現在共和黨掌控的那個美國那個 又要什麼 謀刀厚厚 要查他的帳 烏克蘭帳很難很難查怎麼弄啊對不對 而且因為薪酬舊恨 因為共和黨 美國共和黨跟責倫斯基本來就有薪酬舊恨 當時川普說 哎 責倫斯基 你把拜登跟他兒子兩個在烏克蘭搞的生意 資料給我拿過來 責倫斯基不肯啊 那責倫斯基賭對了 他賭拜登當選啊 結果現在 現在共和黨要報仇了 一定不肯給錢的嘛 而且現在美國的財政又到上線沒有錢給了嘛 那你怎麼辦 所以責倫斯基也要找一條比較好推路 至少先停火 慢慢休養 以後要打仗第二波 等到難民回來 再來爭吊 不然怎麼辦 你也沒錢沒人啊 好 我看到 我接下來問一下小新 因為現在明天 習近平就要見普丁了 那接下來有可能會跟 這個責倫斯基做視訊的一個方式 但是呢 我們看到 美國白宮國家安全會議發言人科比 他有講說 責倫斯基如果是跟習近平談話的話 他認為說是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他有特別提醒北京 不要偏袒俄羅斯 所以他還特別先點出來 希望呢 他們兩個會見的時候 北京不要偏袒俄羅斯 海黃鮑魚乾貝E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質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CTI 714 享有折扣喔